大家好 蟹爪兰开花非常漂亮 而且它开花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都喜欢在家里面养一些蟹爪兰 而且它观想性非常高 但是蟹爪养护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技巧 因为它非常容易烂根 而且非常容易掉花苞 尤其是我们刚从花卉市场买回来的蟹爪兰 它是非常容易掉花苞的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如果说我们在花卉市场买回来的一些蟹爪兰 如何避免它掉花苞的一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点我们买回来之后 一定要放到一个通风阴凉的环境来养护 因为蟹爪兰它本身是在大棚里面养殖的 它这个温度是经过恒温作用 才让它生长的这么好 我们改变它这个环境之后 一定不能温度过高 也不能因为温度过低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能给它换盆 因为这个时候毁的换盆的话 会多多少少都造成这个蟹爪兰的根系 造成一些伤害 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引起蟹爪兰的根系 出现问题 掉花苞 再也就是我们给它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 等这个盆土完全干透了 再适量的给它浇点水 不要过多 浇水之后呢 马上要给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吹干 不要给它产生积水 积水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蟹爪兰 跟吸出一些问题